哈啰 大家好 Good afternoon Auntie Bole 好看介绍 Auntie Bole 今天来到 Permas Jaya 百万镇 这个Chef Ong 因为这里我听朋友说 这一个冰城出名的竹炒 冰城小时 大家来看看 Chef Ong 朋友介绍我来 其实我已经来过了几次了 他有他特别的东西 我们就来看一看 Lihua 我不知道你来过这里吗 这里是Permas Jaya 就是比较中间 改天我再放上地址 OK 来到这里 Chef Ong 哇 我就看到这里的老板 Hello Chef 你好 你好 哇 谢谢你啊 今天我们谢谢你来到这里 看看看看 因为Auntie Bole 也确定是吃饱了 看到这里 我进不 不进得要走进来 因为我之前来过了几次吃你的东西 来Chef Ong 来来来介绍 我知道你是做厨师做了很久 而且在新加坡有名的 hotel里面做 做Chef 来来讲一下 因为你是冰城的人吗 对啊 对啊 来讲一下你对这个竹炒这个 我在新加坡已经做了二十多年 在周济酒店 hotel Intercontinental 以前做得很聪明 做了二十六年 二十六年之后 退休了 我就回到新山 就开一间这个 Chef Ong 这些竹炒这样子 哦 所以也是欢迎Auntie Bole 来 来来欢迎我们这间小店 哦弟 因为你这里主要是煮冰城的吗 像你本身也是冰城的人吗 对对对 我是冰城的人 主要我的食物多数是冰城 就加了像冰城霞面 猪脚醋 还有炒果条 豪煎 福建草 福建草 因为我听到你说 刚才你说你的 你的猪脚醋 是特别的 你用你的醋 是冰城才买的 对对对对 是冰城醋产的 那个 韩山黑米醋 就是 哦 难得 难得老板讲 要拿一点给我们看 因为他这个醋是 特别的 这边没有的吗 对对对对 这边是冰城醋产 哦 对对对对 从冰城印过来的 嗯嗯 所以他们特别 等下我们要尝试一下 所以今天我就是讲 朋友介绍我 而且我本身 之前朋友介绍我 那是MCO 我都有来过几次了 我在MCO过后 今天进过 哎 还有哦 难得难得进来 哎呀 就很高兴 Chef Ong 所以我们朋友们 大家能够有机会 所以我们就来 来这里吃一吃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 因为这个东西是相当的special 所以啊 来来看看下 来 嗯 看下他的猪脚醋 他的作味比较浓稠 嗯 没有这么清淡 嗯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啊 你看今天Auntie Bole 我主要煮的主要就是 因为他们这一个 这一个所谓的 这个是福建草 福建草哦 来看着他的味道怎样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 他们叫做 哦 哦 哦 还有这个叫做 牛牛牛五香 萝卜 他们叫萝卜 我们就用来讲五香哦 不过 啊 就萝卜 看看下 因为Auntie Bole 也是吃不了这么多 这个三张青苹果 这个三张青苹果 是你们自己煮的哦 啊 清凉清凉一下 啊 所以今天我觉得Auntie Bole 好介绍哦 我们就要吃一下他东西 Auntie Bole来吃一下 吃一下他的不见面啊 好好好 嗯 嗯 他的面我来吃一下 看他 tally tell you the taste how is it 啊 嗯 嗯 我来吃看他的 猪脚醋 吃看他的猪脚醋啊 因为他讲到醋 他那个醋也不一样 因为现在醋哦 其实我们买到 很多companies啦 有些 我们来吃看这一个 比较不一样的 他的是 他讲的山东嘛 嗯 来我们来吃看 他带甜哦 对对 他带甜 哇你看哦 甜酸甜酸 他哦 呃 就讲 放够料 你吃下去 你感觉到那一个 哈哈哈哈 那一个有点呛 嗯 哦 其实是真的很不错 真的是 很甜啊 个人个人的味道 喜欢啊 这个就有点甜的哦 甜酸甜酸 嗯 好吃好吃 他一直说他够浓 他够浓稠到 不好 那现在呢 我还要吃他的 蚝尖 嗯 你看看他的蚝尖 啊 他的蚝尖在这边 看他蚝尖 哇 你看他有他的蚝肉啊 嗯 我们讲的蚝肉啊 哇 哇 你来看 看有的蚝肉哦 嗯 嗯 压 嗯 嗯 看看下 看一下啊 嗯 嗯 我来吃吃 嗯 嗯 嗯 能吃到哦 嗯 嗯 嗯 一春季 嗯 真的是 哎 Auntie Mollet好介绍哦 我觉得啦 我觉得so far 我已经介绍了几次哦 Georgia 啊 哦 那天在 新妈 那个海鲜香妈 今天这一个chef on的 真的是不错 大家可以来 他的价钱还 还公道啦 Auntie Mollet 就是这样的认为啦 啊 大众话 因为我也不去吃那些 很贵的cafe啦 我觉得大家能够吃的ok的 来 大家就记得记得来 支持在 邦妈家 等下我会放上那个地址 所以大家有机会 就organize 来这边吃 因为现在 MCO已经过了嘛 大家已经开始了 哈 所以这个机会 我们就跟 跟老板啊 老板老板来 OK 好 所以拜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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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拜拜